北京时间9月16日凌晨,西甲第四轮一场焦点大战,黄马可场1比1,暂停比尔巴尔竞技,终止了联赛三连上的步伐。 不过,考虑到下周中将要在主场迎战进敌罗马队,今晚黄马能够暂停对手并不是不能接受,事实上,近五年来,黄马也只不过在对手这块球场带走过两场胜利,这足以说明洛佩克级的球队已经建立。 当然,在今晚的比赛中,作为黄马中场指挥官,德克罗斯表现上加,正是他的一次大师级传球,准确找到后插上的贝尔,并最终帮助伊斯科班平了比分。 下周中的欧冠战场,黄马将迎来上赛季欧冠四强之一的罗马队的强力挑战,这让他们不得不打起精神。 事实上,今晚的比赛,洛佩特吉星后换下莫德里奇和贝尔,为的就是让他们有足够的体力去应付罗马的挑战。 黄马球员在这场比赛的心不在焉,也被毕巴仁看得一清二楚,所以,毕巴仁今晚就是要趁火打劫,比赛一开始,他们就利用非常强硬的身体对抗压制住黄马的中场,并且利用快速反击平停了一些黄马的防线,上半场第32分钟。 毕巴仁成黄马中卫拉莫斯助攻,上前没有归位的机会,由慕尼亚英帅先打破僵局,作为欧洲豪马,黄马则会甘心喝场输给对手。 下半场一开始,洛佩特吉就用卡赛尼罗换下赛瓦瑞斯,将阵情调着位4141,卡赛尼罗斯直脱后的那个一,在他身前,克罗斯,莫德里奇,分居左右。 不过,这样的调整似乎没有太奏效,直到第61分钟伊斯克上场换下莫德里奇之后,黄马才总算在进攻中有了威胁。 第64分钟,克罗斯在中车湖位置一脚大范围,准备找到进去右侧的贝尔,贝尔下底不停球直接将球传中,门前伊斯克后排插上甩头功能将球打进,1比1,黄马终于将比分扳平。 我们看到,克罗斯的这季长传颇有大师级水准,球不但准确的找到要路的贝尔,而且球在落地反弹后刚好停到了贝尔最舒服的位置。 贝尔要做的就是看转时机,拿捏好脚法并将球传到中路的伊斯克头上,可以说,克罗斯的这季传球,就像巡航导弹,一样精准,只脑打奶,堪称神来之笔。 作为当时最佳中场之一,克罗斯在今晚的比赛中,无疑展现出了高水准,打满脚十分钟的塔,在今晚的比赛中有74次传球,在中前场球员中高居第一,这充分体现了他在黄马中场指挥官的角色。 另外,他今晚的传球成功率,高达96%,同样高居全队第一,要知道,在他全场的74次传球中,除了66次短传之外,还有八脚长传,其中有七次到位,这足以说明他开阔的视野,和精准的传球脚法。 事实上,目前世界组谈口刊与克罗斯相起并论,的中场球员,恰恰是他的中场达到莫德里奇。 不过,在今晚的比赛中,莫德里奇被洛佩特及提前换下休息,这样的话,克罗斯就成为了黄马下半场独一无二的大脑,并且最终制造了一丝科班评比分的进球,尽管黄马的三连胜步伐得到了终结, 但是克罗斯在今晚的表现却堪称完美,他不愧为当今世界组谈最佳中场之一。